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位于台中的潘子 2016年开始启用了崭新气派的高架化车站 今天这一站下车来到潘子车站 我们要在这里探索寻找一个有故事的人 拍摄小组以潘子车站为据点 方谈了许多人 究竟谁会是今天的主角呢 不好意思 我现在是要去跳舞 我现在回家刚下班 那你是在做什么 做美容 我现在回家做到成功 可以带我们回家去运行的生活吗 做现在吗 对 是可以 是的 他就是今天的主角廖慧如 36岁 是一位开业美容师 也是一位单亲妈妈 现在跟爸爸妈妈和小女儿一起同住 创业不久的他 两年半前才从餐饮业转行 开了一家护肤中心 为自己的第二人生重刺打拼 到家的时间大概平均都12点半 所以到家小孩基本上都 都睡了 那我回到家下班第一件事情 我就是会先看小孩子的作业 就是即使我回家再晚再累 我都是一定会帮小孩子做这件事情 我女儿其实是很漂亮很整齐 因为现在才要生小一个 她从中班开始就慢慢在学 对她自己是很工整的考虑 看到女儿的好成绩 慧如暂时忘掉一天疲惫 其实慧如必须这么拼命 是因为这十年她遭逢了人生的巨变 我是24岁结婚嘛 其实我的前夫其实我们认识很久了 我们交往了有七八年的时间 就觉得说好像应该要结婚了 所以那时候我就结婚了 自己有两个小孩嘛 然后怀第一胎的时候是25岁的时候 那也是在那一年生下了她 也是因为在那一年之后 我觉得我的婚姻就已经开始出现了危机 在26岁的那一年 就有大哥籍的那一种 就直接跟我讲说 你俺欠我钱 然后我就有点傻眼 从那一天起 我觉得我从天堂掉到了地位 因为前夫染上不好的习惯 竟使慧如背负了数百万债务 我知道这样的婚姻是没办法吃酒的 我为了让小孩有一个完整的家庭 所以我一直忍 一直忍 所以我一直帮她处理她的债务的问题 因为她已经破产了嘛 所以我可以帮她的 我尽量我都尽量帮她 甚至跟银行借款 都是用我的名字 八年的婚姻 我从来都没有跟任何人讲 这八年的时间我就是 每天赚的钱 我就是在帮她还钱 然后养小孩 最让我支持不下去的时候 小孩子要缴收费 然后那一个月真的是付不住啊 我就打开了我的皮包 我发现我里面只在上门款 对 然后我就觉得 诶 怎么会这样 我还没进入婚姻之前 我就觉得 反而每个月还可以多的钱 给家人什么的 但为什么我进入婚姻之后 我怎么会变成这样 所以我打开皮包那一刹 只剩下三百块的时候 我真的非常低潮欸 我那一天还是在公司喔 我哭了大概有一个小时多的时间 然后那时候也不敢 但同事知道 我是躲在餐厅的库房里面 在那边头哭 勇敢的慧如却没有选择投币 刚好她以前 因治疗痘痘皮肤 结束了美容业 为了尽快还清债务 她决定转行创业 但一开始还是瞒着家人 因为婚姻的关系 所以已经让家人 我觉得已经让他们很担心了 我是一个也是个性蛮倔强的人 那我要做这件事情 我觉得 我必须要有一定的成绩 我才想要让家人知道 因为这样子跟他们讲 他们才会放心 真的要来全职的33岁那一年 我跟我的家人讲了这一块 那时候我觉得 我还蛮开心的是 我妈跟我讲一句话说 你的工作我从来都不担心 对 那你要做什么 我都会去支持你 妈妈的一句话 让慧如卸下心中的重担 不再有后顾之忧的她 积极面对生命的挑战 对未来不再恐惧彷徨 但至少我觉得 我现在是很开心的 去面对自己的生活 然后我觉得 小孩子也是开心的 然后婚姻走出来之后 我觉得自己的人生 过得比较多彩多姿 没有像之前好像 比较没有自己的品质 虽然还到现在钱 已经剩不多了 还在还 但我觉得 天没有绝人之路嘛 反正 就是人家不是都说 提供疼狂人嘛 对 那我相信有一天 有一天我一定会还完的 不能放弃啦 就是要往前走 因为只要一放弃 就什么都没了 回来了 就是女儿跟我妈妈回来了 是我爸爸 妈 妈 你好 对 对 你吃什么 吃什么 一路走来 始终默默支持慧如的慧如妈 说起女儿既是骄傲又心疼 她小人很乖 她很努力 有小人就都 更不用我烦恼 她就是够够了 婚姻 都不好 遇到很多品质 她就是要跟她先生离婚嘛 对啊 还要帮两个小孩 十八个小孩 和老小小孩 我们家回来了 现在 都走出来了 真是不错 我现在说 我真的老婆在家 我都说 你一定要比老婆更大便 要更认真 没有办法 要更认真 所以她比老婆更紧 所以她做得更紧 不然不回来了 我当时她坐一只等 我还很不愿意她这样做 不不不不不不得了 就是这样 所以说到她的家 我真的自己老公公的床 我做 她的压力也很大 我 我也很大 我压力也很大 你想抱一下就好了 好啦好啦 不要啦 现在出头啊 出头天啊 对啊 对啦 现在开店了 我也更放心 比较放心 对啦 对啊 有人说 苦难是化了妆的祝福 现在慧如 拥有一份不错的事业 也把自己的路走得更宽 她心里头 还有一个梦想 我很喜欢闻那个咖啡的香味 那闻到那个咖啡香味 会让我的心情 会整个比较沉淀一下 然后会去想很多事情 负面情绪来的时候 会让我慢慢去思考这件事情 然后慢慢的转向 比较正面一点 所以我每天一定都要喝咖啡 如果我现在啊 就是把钱都还完了 我下一个目标想要做 做的这件事情 就是我一定要去 就是自己开一间咖啡厅 今天谢谢廖慧如 让我们走进她的生活 在满室的咖啡香中 我们看到她坚韧的生命力 没有被挫折击倒 还将生命的苦涩 酿成一杯尾韵甘醇的咖啡 我们祝福她的梦想早日实现 拜拜 再见 过于云林的斗南车站 是日治时期最后建造的大型驿站 曾在唐叶和交通运输 扮演重要角色 明天这一站下车来到斗南车站 我们要在这里探索 寻找一个有故事的人 看射小组以斗南车站为据点 访谈了许多人 究竟谁会是今天的主角呢 那你等一下要去 外加 那你愿意带我们回去 认识你的生活吗 好 可以 是的 她就是今天的主角张立夫 42岁曾经是一位国文老师 现在为了学习农业经营管理 又重回校园 实践她田园耕毒的理想 和许多返乡青年不同 张立夫并不是农家子弟 四年多前她向往田园耕毒 才从台中搬到云林 从头学习务农的她 在园子里种了许多果树和香草植物 平常的话我就是会 帮她捡叶子 然后有果实就把它捡起来 捡叶子的目的就是要什么 就是让她能够 果实能够大 比较不会营养都被叶子吸收走 然后果实很大 我是觉得她就是比较野性 所以她就比较好照顾 不用很会心的照顾她 成心理荒惠草圣后苗西 张立夫独自照顾这么大一片园子 到了下午她习惯小睡一下 养精蓄锐 这是我中午午休的地方 好酷 对啊 可以介绍两个园子 这个叫做所谓的鸦片床 然后有两个 有一公一母的狮子 然后还有小狮子 代表的是 多子多生多福气 那像古董吗 不算 其实它是 这个的话的作用就是 古时候如果是 大小姐是 睡在床上 然后如果是牛逼 就睡这个地方 然后大小姐如果要起床的时候 然后她就用脚提提 奴婢 我要去上厕所 带我去上厕所 田园乡居 研读伊礼 张立夫过着好像古人 与世隔绝的生活 但其实她曾经很活跃 高中就参加剧团 教书时也爱跟学生打成一片 其实我教古文 如果是上到古文 我就会穿长袍麻卦 然后上到现代文 我就会穿西藏打领带 有时候想要跟孩子 比较接触的时候 就会只穿T恤 然后穿短裤 最特别的是 如果孩子有 整节秩序比赛第一名 我就会一个礼拜 跟他们一起穿制服 虽然热爱教学 但也因为工作的关系 张立夫一直过着 四处漂泊的生活 因为卡不上这次的老师 所以我都一再地待一待客 虽然台湾已经走透透了 从台湾头走到台湾尾 然后连外套都去了 尤其是麻祖 让我印象深刻 因为麻祖 如果你没有订到机票的话 一定要坐船 大概9月到11月 就是台湾好太大的船时期 因为它会这样 然后就会造成晕船现象 然后令到可以把担子都拖出来 然后可以走 年年换不同学校 六年的流浪教室生涯 让张立夫逐渐感到身心疲惫 累积许多压力 我在教育的现场就是 发生了一些事情 然后让我觉得在生活中 我觉得越来越活得不像自己 所以我就越来越离开了教职的生活 那在离开教职的生活里面 就想到了说能够归隐 也是一条不错的道路 然后我就到了不知教育员区 去当了志工老师 跟学习如何过乡村的生活 然后从乡村的生活里面 我得到了不可言喻的快乐 因为以前在云林带过客 喜欢上这里纯樸的环境 现在张立夫一边学习务农 重新安顿心情 一点一滴找回对生活的信心 我心情不好的时候 我就会骑着摩托车 然后在云林的田野间传说 我就看到了树啊 还有农作物啊 都是愉快地生长的 然后心情就愉快地期待 然后有时候就会觉得 诶 这也没什么 虽然成立今时至于漂泊 一开始也只想逃避现实的压力 但张立夫现在反而能感谢 自己提前将田园梦化为行动 我觉得就是也是在这样 搬到云林的过程里面 我是也是在过我自己 想和梦想的生活 并且可以体会到文学中的一些 所谓的亲朋扶面 所谓的落花流水的故事 今天谢谢张立夫跟我们分享 他的梦想与生活 我们看到他在尝试务农 亲近土地的过程中 重新疗愈了自己 不但找到了简单踏实的生活 也再度找回内心的力量 我们祝福他平安快乐健康 我的目标已经要实现了 拜拜